早在湖北解封前 这批来自湖北的鸡蛋 率先在2月中 透过绿色通道 运到广州的鸡蛋批发市场 不过纸箱就不见有产地名 虽然现在货量回复正常 每日有一千至二千箱的鸡蛋 抵达广州 不过老板说 由于之前的鸡蛋租得太多 现在要减价促销 内货价每公斤7.8的鸡蛋 现在减到去7元卖 面对同样命运的 还有这些湖北的莲藕 为了出进湖北制销农产品的销售 广州江南梳果批发市场 在3月底开始 大量采购当地的莲藕 香菇 鸡蛋等的产品 现在已经采购了6千吨 我们组织发动了38家生活务器农产市场 26家主要的商超和社区新鲜连锁企业 以及多家的本地的社交电商平台 对湖北褐色农产品 食品蔬菜 知名的加工食品进行采购和销售 我们大家也很了解了 那个小龙虾 还有它的莲藕 那个螺田的板蕴 鲜污 还有菱角 这些我们市民非常喜欢的农产品 当局又重申 内地粮食供应充足 呼吁民众无需恐慌